好,兩位大家陪讀這篇文章是照片之後第085篇 不經一番寒澈谷,淹得梅花撲鼻香 那以前在看到這些成語的時候呢 老實說都會覺得有一點點沒有辦法去 對啦,就會覺得說它是一個成語 好像很有意境的一個成語 可是自己就是沒有那麼深的體會 直到我2019年去了一趟中國自助旅行以後呢 背著這兩個背包走了15天以後呢 然後呢,這次的旅行確實是改變了我很多 對於攝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這一次旅行真的是改變了我很多攝影跟旅行的看法 然後呢,這篇文章寫完以後呢 我就想標題說,對 確實是不經一番寒澈谷 淹得梅花撲鼻香 這句成語真的是滿能表述說 我當時的一些心情,回來後的一些感受 所以說我來帶大家來看這篇文章 好 之前我有寫過一篇文章叫做 這麼不經大腦思考之作的決定 就是說我之前的某一篇照片之後的文章 其實都是在講一個我這輩子做過 最不經大腦思考的一件事情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子背了兩禮拜後回來 我才深的覺得說 不經一番寒澈谷菸的梅花撲鼻香 這句話成語是這麼來的 就是真的很多事情是腦子你明明知道 你身體一定要做過一輪 你才能夠深刻體會 很多情況下是真的是 你必須要親自去做這件事情 你才能知道說 原來這件事情是這種感覺 是這樣子 你自己光聽我這麼講 就像是待會你聽我跟你解釋完以後 你也只是聽而已 可是當你聽真的親自去做了以後呢 也許哪天你也跟我做了一樣的事情後 你真的在回頭再來看這篇文章的時候呢 我相信給你的感受又會 相信一定又會不一樣 OK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在台那年的旅行 2019年7月為了規劃我一個中歐攝影旅行團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職業的 也是具有執照的國際領隊 國際的外遇領隊 然後本來是計畫在2020年的4月 要帶一個歐洲的旅行團 可是身為領隊 我想要有一些自己的帶隊的特色之一 就是有自己的行程上的一些設計 所以說我想要設計一個 比較跟一般市面上看到的旅行社的旅行團 旅行社的旅行團的中歐型的行程 有點亮點不一樣 我自己親自去又再去了一圈 然後距離我在上一次去中歐 也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情 我覺得有點不是很踏實 心中不是有點很踏實 我想說好吧 於是我自己去一趟好了 自己去一趟後 再規劃一些行程上就會更有信心 所以說2019年7月的時候 我就再又再自己去了一次 這次我規劃兩週自助旅行 從捷克啦 不是捷運 捷克的布拉格抵達 先南到南邊的布達佩斯 再經由奧地利、維也納 西到薩爾斯堡、國王湖 在北上經過庫倫諾夫 再回到捷克 就這樣歐洲 就這樣子繞了一圈 再回到布拉格回來 行李上的準備 我不準備大型的行李箱 改用登山用的後背包 裡面包著衣服 一些日用品 一些攝影機來 像三軸穩定器啦 腳架啦 前方背的是兩台相機 三顆鏡頭 筆電燈等這些東西 那這樣子重量是多少呢 後方的背包約是22到24公斤不等 為什麼會有兩公斤的落差 那是因為有的時候 我會買一些一整瓶的瓶裝水 或者是買兩瓶水 可能加起來就多了兩三公斤 所以說後面的背包 大概都是22到24公斤不等 前面的背包大概是八九公斤左右 整個加起來約略是31到33公斤 試當天有沒有更多的零食啊 水果等等 人生第一次這麼背著 走這麼長的路 說實在話的 要不是這款登山背包 設計真的不錯 二十多公斤人背在後面 行動自如 還扣到前面的話 因為這個登山背包設計真的不錯 二十多公斤背到後面 我還能行動自如 還不包含前面的喔 不然其實我前兩天應該會被這麼重心 給壓垮 因為我自己真的沒有去做過這件事情 而貿然的去這麼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前幾天有提到說 這輩子最不經大腦思考做的事情 有了這一次經驗以後呢 我才知道說專業的登山背包 一反我過去對背包的直覺認知 有對比我們相機的 就是一反我過去對於背包的直覺認知 因為在登山背包的設計上 跟背負的一些在裝飾的行李上 他們會就是我學到就是要把重的東西背到上面 越重越上面 然後上面是很重的 在慢慢越輕的方向在下面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說這樣子有點反直覺 你知道嗎 不是重的應該在下面嗎 其實不是反而重的在上面 你會覺得背負起來會更輕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可是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有了這個經驗以後呢 我對比我們的相機背包來說呢 相機背包真的是有待加強啦 日後在背包上選擇上 我就會有更有一些經驗跟想法 但是為什麼我要這麼背 重點是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坐著行李箱很難邊走邊拍照 因為在自助旅行過程中 有的時候我們會急著想要把行李放在 想要趕快Check in 好去拍照 但是你可能在路上 你可能會錯過一些景點 那我心裡那時候想說 那如果我都把我的行李背在身上的話 我就不會因為想要把行李放在趕快Check in 或者是放在車站寄放 而浪費掉一些時間 當時的想法就這麼的天真無知又蠢 所以說我才想說 那乾脆就是實時背在身上 我走到哪拍到哪可以吧 當時是這麼天真的想 而我忽略前方的背包才是讓我最吃苦的 若只是後面的背包 行動走起來是滿自在的 而前方的背包讓我身體不知不覺的 一直往前拉著 不但雙手行動不自在 這一路上更吃進了苦頭 變成到旅行的後頭 我才覺得前方的背包真的實在太大太重了 讓我無法實現出發前的想像 可以不受行李的拘束下 四處的走動 四處的拍照 直到入夜前再到旅館Check in就好 這個是讓我自己實在 真的是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冒昂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呢 就沒有達到我當初自己的預期 從樂觀到悲觀到質疑 一開始我是很樂觀的 一開始當然很樂觀 覺得自己平時有在運動健身的習慣 我能克服這麼重的行李 這樣子背了14天 但實際上這樣背的時候 開始悲觀到後悲 真覺得自己太過自信樂觀 沒有辦法享受 我當初想著邊走邊拍的樂趣 不是這後背包 而是胸前這一大包包著相機器材的包包 並不是說 喔大家看一下這個背包 事實上呢 然後左邊這個二十幾公斤 事實上 他真的背在身上 並不會讓我身體行動不自在 其實我覺得不會 反而是前面這個八到十公斤的背包 才是阻礙我拍照 阻礙我這一次形成最大的因素 可是偏偏裡面放了我一台筆電 兩台相機 三四顆鏡頭 還有一些行動硬碟啦 之類的等等這些東西 反而是這個包包 前面這小背包 讓我沒有辦法達成我當初想說 我可以邊走邊拍照 可以把握很多時間 反而是前面這個背包 讓我沒辦法達成 可是這也是因為我那篇文章說 這是一個很衝動很魯莽的一個做法 沒有想過太多就這麼去做的一個原因 所以說第一 頭兩天必須講 頭兩天真的吃盡骨頭 說真的 但是差不多到第三天 身體開始如此適應這樣子走路方式 接下來走到第八天第九天 頂著熱浪無情的在歐洲肆虐 我開始質疑自己真的沒有必要這麼做 你那個時候可能是已經有點到重想起吧 你就會開始質疑自己 你幹嘛要這麼做這種感覺 既沒有達到當初目的反而更累更辛苦 這時腦海冒出一個對我來說 這時候腦海冒出一個對我來說不該有的念頭 如果我不用相機拍照 就不會有胸前這一大包 我更可以更自在更開心 更有效的一邊旅行一邊工作 記得我們規劃這次的旅行 並不是說我想去玩 並不是 規劃這次的旅行 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是 我想要規劃出一個屬於我自己的風格的 中歐四國的旅行團的行程 這是我的 佔了我絕大多數的目的 當然這一段的目的 我也是想要拍很多攝影教學的素材 甚至我在這個過程也拍了很多攝影教學的內容 可是那都不是最大的目的 所以說就不免 還是會當你在又熱又累又渴 在很累的情況下的時候 你就會冒出一些想要放棄的念頭 這個放棄念頭是 若不是前面這一大包東西的話 其實我可以走得很輕鬆 我可以拍得更開心之類的 反而在行走過程中 根本就沒有幾次拿相機出來拍 因為真的太重了 重到我沒有辦法從包包 從我前面那個包包拿出相機出來拍 這種機會真的 我老實講真的不多 跟我當初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結果都是用手機紀錄比較多 紀錄很多 我這邊看到的 那邊看到的 回去好做筆記 同時拍出來效果也 在電腦上看起來其實也不差 再加上長途 把這念頭每隨著每一步往前踏 就不禁在想 為何我們現在還用相機拍照 用手機不就好了呢 所以說對於一個喜歡拍照的人 或是對於一個身為攝影老師來講 浮現出這個念頭 基本上是很不應該 可是當你又累又餓又熱 然後又疲倦 然後又到第八天第九天 開始有一點到一個 某種程度上你壯強期的時候 這個念頭不時會冒出在我心中說 我幹嘛這麼累啊 我只是出來取材 我只是在做資料 做資料收集而已 手機拍攝也不差 雖然沒有相機那麼好 可是只是要做資料而已 我幹嘛 如果我今天不帶相機的話 我前面那裡大包根本就不需要 後面的背包可以再輕一點點 當時就有這些念頭 值得嗎 在想值得嗎 因為你已經回來了 你在想值得嗎 值得旅行回來後 開始整理照片 當然照片整理的流程 是一張張照片整理完後 再看到這些照片 再回想一大段這些體驗相往 心裡當然有些矛盾 儘管我完成了這樣子的旅行 同時看著眼前的手機相機拍的照片 雖然不如相機拍的精緻 但是與相機之間的落差好像 你會讓你覺得 好像用手機拍就好 那十來天的旅行 我會更輕鬆 更有效率拍得更多 做更多色彩對 不過直到我將相機拍的照片 跟手機拍的照片 放到65吋4K大螢幕的螢幕去相比的時候 前面困擾我的疑慮 在這片螢幕上一掃而空了 在很大的畫面高解析度 呈現出來的照片細節 手機相機拍的照片 就像油畫般一樣呈現在我眼前 我必須講 在手機上看也許你會想說 不錯 你會打滿分十分 你可能會給九分 可是呢 你拿到那麼大的螢幕 拿到那麼高解析度 那麼大的螢幕 你再去看同一張照片的時候 你會覺得手機照片好像很有油畫的感覺 在手機上面看你可以給個九分八分 可是呢 在那麼大畫面 那麼高解析度 你可能只剩下兩分三分 這個時候呢 相機拍出來的照片的細節 而相機拍出來的照片細細分明 線條如此銳利 色彩如此精彩 出現在腦海中第一句話就是值得了 值得了 那幾天這樣子背著相機 你才會覺得是真的值得了 OK 一定要比較才有傷害 那天晚上透過高解析度 大畫面兩組照片的落紗 心理上的爭埃到現在依舊還在 若不是有這樣子比較下來 還是覺得這段旅行的規劃 真的愚蠢至極 如果沒有這樣子去比較的話 我到現在都還會覺得 都還會覺得說不值得 但是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也不了解 當你真的比較過後 你才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拿相機拍照的堅持 是有價值的 雖然我們都知道 這兩台相機拍出來的畫質 不能相提並論 可是如果沒有在適當的條件下相比 無法凸顯他們兩組之間的落差 雖然我明明都知道 但手邊沒有適合的顯示器 來讓我自由的對比 直到家裡面有了這台 4K 65吋電視 把照片放在一起比較 那個兩兩組之間的落差 在我眼前才感覺到 哇! 在65吋4K螢幕的顯示下 落差竟然如此的大 才感到非常的震驚 但如果有人在我旁邊看 也許會覺得我反應會很大 我說也許吧 因為那天我在試的時候 旁邊並沒有人看到我正在試 但是這個反應 卻是我十幾天來 背著行李走著 每天都會懷疑自己這麼做 到底是對還是錯 甚至一度會覺得 啊!乾脆用手機掰就好了 休閒這一半 大概就不會有的這種念頭 因為我那十幾天 不時的都會冒出這些念頭出來 直到了那些念頭的情緒 會累積在你心裡面 即便你過了一年 過了兩年後 你還是在你的身體裡面 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不會忘記 你也不大可能會 完完全的忘得一乾二清 而有過這種體驗 或許非得要進去 經過這樣子的一輪 才能深切的感覺到 自己人堅持用相機拍照 並且用高畫質高解析的畫面 去欣賞照片 才能心裡說服自己 外頭再說服他人 在怎麼辛苦的背著相機 都是值得自己 都是值得自己這麼做的 正所謂 不禁一番寒側骨 淹得梅花撲鼻香 大概就是必須給自己 體會過這樣子衝動一次 給自己極大的身體 對於心裡上的壓力 耳後 回放這些照片欣賞的過程中 體會這層落差 才會更加的深刻 或許就是 我那十幾天 真的太辛苦了 壓力太大 我的壓力 只是身上的壓力太大 然後呢 都會再冒出那種 如果今天用上機拍 手機拍就好 前面這一大包 就不用那麼帶 就不用帶出來了 就會覺得 那我可以拍得更輕鬆 走得更輕鬆 可是正是因為 有經歷過這十幾天下來的 身體的 心理上的 意志力的考驗 身體上的考驗 累積下來後 再把這些照片 再放到那麼大 那麼高解析度畫面 那個落差 才會覺得說 落差到這麼大 才會覺得當時做這些事情 是值得的 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一段的話 沒有經歷過這一段的旅行 這樣子背負的行程的話 到後面 我可能感受的落差 就不會 心裡的激動就不會那麼大 這是我想講的 如果沒有經歷過這樣子的 身體上 意志力 跟身體的考驗下 我的落差不會到那麼大 一定要經歷過這樣子 再看到那麼高解析度 那麼大畫面的照片 比較下心裡的感受 才會如此的深刻 這是我那一次看到後 那一天晚上 我自己比較後 的心情上面的感受 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雖然這個例子 雖然照片之後 我是希望是每一張照片 盡可能都是在講不一樣的事情 可是有些事情確實是 要需要不同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也不希望一篇文章 寫太長或寫太多字 然後呢 我也希望說 每張照片 背後 終究有他獨立的故事 就像是這張照片在拍的時候 一定是用手機拍的嘛對不對 那你才會知道 那時候 在庫倫諾夫的時候呢 我很清楚這個地方在庫倫諾夫 但是因為我把這個包包 跟這兩個包包 我的燈在背包 跟後前 旁邊這個胸前的背包 擺在一起的時候 我真的腦袋在想 唉 我帶這一包是為了什麼 我真的會問我自己這個問題 哇 手機拍的就不錯了啊 至少在手機上看起來是這樣啊 我沒事帶這一包幹嘛呢 給我自己找麻煩嗎 你真的在你的意志力跟體力 身體上的一種 撞翔起的時候 你真的這個念頭 不時都會冒出來 直到過了 真的要過了一年以後 我把手機上拍的照片 跟相機拍的照片 同一個場景 放到那麼大的電視 那麼高幾級度去看 心裡的落差會那麼的激動 那麼的大 也是因為有過這幾天的經驗後 我才會覺得 嗯 我還是堅持 我們堅持用相機拍照 是為了什麼 當你到了那種高解析度的畫面去看 確實落差真的是無比的巨大 而你說4K已經算是很好了嗎 其實也不是 現在我們現在這篇文章 寫作日期 跟我在做這個陪讀的時間 外面已經有所謂的8K螢幕 8K的電視了 已經有了 也買得到了 也沒有貴到高不可攀 可是呢 8K的電視 你需要約3300萬畫素的照片 才能差不多填滿你的畫面 換句話說 低於3300萬畫素的照片 都沒有辦法填滿8K螢幕 到時候 你只要低於3300萬 比如說你去2400萬 甚至你去2000萬 甚至有1800萬的畫素 在8K照片8K顯示器放大後 你又覺得不會很滿意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相機 不斷地追求高畫素的原因 也是希望是說 在未來越高解析度的顯示器 看起來這些照片 會再更加的精細 那現在8K算是還是很貴 可是你說8K到頂了嗎 我覺得也不見得到頂喔 未來會不會出現16K 或者是32K電視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 用你最好的設備 去拍出最好的品質 以便未來在看這些照片的時候 帶給你的回憶 是最鮮明 最深刻 最細膩的畫質 而這一切絕對都是值得的 這是我想要透過這篇文章 來告訴大家的 這篇文章是照片之後 第085篇 不經一番含側骨 菸得梅花撲筆箱 這邊就找篤照 半篤照這一邊